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買手沖壺的時候常常會碰到的 地雷 那我會分為三篇 那第一篇跟大家聊什麼呢 就是關於口徑的問題 那一般來說 很多新手買手沖壺的時候會覺得說 那我買一個 管徑比較小的比較細的手沖壺 我在給水的時候 就可以維持很小的水柱 是不是就可以增加我 控水的穩定度呢 這個觀念本身其實是非常有問題 原因在哪裡呢 在於是其實手沖咖啡 它並不是只要求你給水的穩定度 而是它也必須要求你給水的變化 就是我們常常會使用 不同的水柱大小來進行沖煮 那做出比較不同的風味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手沖壺的壺境非常的細 確實在給水的時候都很穩定 因為你只要維持一個角度它就會 維持一定大小的給水 但是呢 這樣子的給水 往往會讓你的風味喝起來很單調 那你在沖煮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沒有成就感 那這種壺呢其實一點都不好玩 那以學長的經驗來說呢 因為壺本身沒有樂趣 那你沖出來的咖啡呢也沒有樂趣 久而久之呢你就會覺得 沖咖啡不好玩 或是覺得不好喝 你就會放棄咖啡 或者是放棄手沖壺 那或者是你把這支壺 新買的壺就是放在那邊 不用閒置 是很浪費的 所以呢學長建議大家在買手沖壺的時候呢 不要挑選超級細的壺 因為挑選細的壺呢是在變化不夠多 譬如說像學長眼前這些壺都是中口徑的壺 譬如說這把卡莉塔的壺呢 它的壺嘴是有點尖沒錯 但是它是中口徑的 它的給水呢可以小也可以中 那像菲歐壺 它的口徑呢是中偏大一點點 但是它壺嘴有夾尖 所以它可以做小中大 那這種中口徑以上的壺呢 它的變化性就會比較高一點點的厚 所以呢大家千萬不要為了所謂的穩定度 而挑選過分細的壺 如果你是為了追求穩定度 譬如說你是為了開墊 你希望我的給水都很穩定 你使用那種細口徑的壺 那學長也沒有意見 但是不要以偏幹權 選擇一個中口徑可玩性高的壺 其實對於你來說呢 才是可以長長久久玩下去的一把好壺 好那這是今天 關於手沖壺地雷的第一個建議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